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汉语老师,我叫可蜜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自然 自然 自然呢,它是一个副词 它的意思是naturally, of course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满足某些条件之后 事情确定就会发生 什么意思呢? 就是something will happen naturally under some conditions 一般呢,我们conditions会放在前面 我们发生的事情呢,会放在后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自然的用法 我们前面讲了自然呢,它这边是一个副词 那么它后面可以加动词 也可以加形容词 比如说 some conditions 比如说孩子长大了 孩子长大了 我们可以说自然就懂事了 自然就懂事了 they will be thoughtful after they grow up after they've grown up 懂事这边我们就可以用加形容词 比如说 你学了汉语之后 你如果多练习 如果多练习 说汉语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condition 那你自然 我们可以说自然 自然 就会说了 就会说了 说啊 if you practice chinese frequently you will naturally be able to speak it 这边说 一个是可以加动词 那一个呢 也可以加形容词 懂事 be thoughtful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几个例句 第一句 他在中国出生 自然会说汉语 他在中国出生 自然会说汉语 那条件 condition呢 是他在中国出生 那么很自然的 naturally she can speak chinese 对吧 那么自然的 他会说汉语 那汉语呢 就是他的母语 is her mother language mother tone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中国出生 那如果说我们 说他在美国出生 如果他在美国出生 我们就可以说 那他自然就会说英语 英语 english 对吧 那么如果说他在美国出生 那么英语就是他的母语 mother tone 那再比如说 如果说他出生在西班牙 如果他在西班牙出生 那自然会说什么呢 对 那自然就会说西班牙语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句 等你长大了 自然就明白了 等你长大了 自然就明白了 when you grow up 长大 自然 you will naturally 明白了 you will naturally understand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不懂 when you're little you don't understand many things 对吧 比如说爸爸妈妈吵架呀 比如说爸爸妈妈 一定要逼着你们 努力学习 I will force you to study hard 那可能在你小的时候 你不懂 你不明白 你总是问为什么 那你的爸爸妈妈 可能就会和你说 等你长大了 自然就明白了 you will naturally understand after you are grown up 对吧 因为很多事情呢 可能和你解释了 你现在还不懂 那么等你大了之后 你自然就明白了 you will naturally understand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句 吃了药 病自然就好一些 吃了药 病自然就好一些 after taking the medicine you will be better naturally you will be better naturally 那condition 条件呢 就是你吃了药 那么你吃了药之后 你可能有感冒 可能有头疼 那么这个病呢 就会自然的好一些 you will feel better 原因呢 你自然会好一些的原因呢 是你要吃药 你吃了药之后 那么病就会自然好一些 如果说你不吃药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去恢复你的健康 那么吃了药 病就自然好一些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四句 他第一次用汉语发言 自然会有点紧张 他第一次用汉语发言 自然会有点紧张 结果呢 是他有点紧张 he is very nervous 紧张 那么平时呢 我们可能在公司 或者在学校 当你要站在很多人面前 讲话 发言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点紧张 那么他是什么情况呢 他第一次用汉语发言 it was his first time to give a speech in Chinese 自然会有点紧张 这个不奇怪 因为他第一次 first time 用汉语在很多人面前发言 那么肯定会有点紧张 紧张啊 这边都是形容词 我们可以看第一第二句 自然后面加动词会说 speak自然就明白 understand 那么第三第四句呢 我们自然的后面加的是形容词 好一些 feel better 有点紧张 a little bit nervous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自然的后面 可以加动词 也可以加形容词 表示naturally do something can do something or naturally will be in some status 对吧 naturally 自然的两个用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组对话 我那三岁的儿子实在太调皮了 快要把我逼疯了 我那三岁的儿子实在太调皮了 快要把我逼疯了 我那三岁的儿子 my three-year-old son 实在 实在表示强调 就是说他太调皮了 实在太调皮了 he is really too naughty 快要 快要 is about to 把我逼疯了 把我逼疯了 drive me crazy drive me crazy 比如说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快要把我逼疯了 today is too busy it is about to drive me crazy 那么 现在是什么要把我逼疯了呢 是我那三岁的儿子 要把我逼疯了 为什么 因为他太调皮了 他实在是太调皮了 一般呢 两岁三岁四岁的小孩都非常的调皮 特别是男生 儿子 那么妈妈或者爸爸一般都 哎呀 抓狂了 is making me crazy 快要把我逼疯了 好 他回答 小孩子嘛 都是调皮的 长大了 自然就懂事了 小孩子嘛 都是调皮的 长大了 自然就懂事了 小孩子嘛 kids 这边妈 表示一个语气 小孩子嘛 kids 都是调皮的 they are all very naughty 特别是三岁 两岁 四岁的孩子 都是调皮的 一般呢 我们说 没有孩子是不调皮的 大部分的孩子 都是调皮的 那么 长大了 长大了 就是一个条件 the condition 孩子们长大了 自然就懂事了 when they grow up they will be thoughtful naturally 孩子们长大了 就自然的 就懂事了 不用教 他们自然 自己就会明白 很多道理 但是呢 当他们很小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很调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组连线题 你诚心诚意的道歉 它自然就会怎么样 你如果每天不做作业 老师自然会怎么样 你从来不复习生词 那自然会怎么样 新款上市以后 旧款自然就怎么样 这里呢 都是前面一些事情 一些条件发生了之后呢 后面的事情 就当然的 肯定的 或者说 自然的就会发生 好 我们先来自己做一下 之后 我们再一起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来一集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了自然 它的意思是naturally of course of course 我们也可以说当然 自然 naturally 当然of course 这两个呢 用法和意思都是非常相近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诚心道歉 道歉 apologize 你诚心 if you apologize sincerely sincerely 诚心 它自然会原谅你 这边呢 道歉和原谅 是一组一起的词 道歉apologize 原谅 forgive 对吧 如果说你诚心的道歉 那它自然 它当然就会原谅你 第二题 你每天不做作业 老师自然不高兴 你每天不做作业 你每天every day you don't do your homework 那么老师就会自然的不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让你做作业 是想让你的成绩有所提高 是想让你去好好学习 可以有收获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不做作业 那老师肯定会生气 肯定自然的就会不高兴 所以说呢我们同学们都要每天的做作业 第三个 你从来不复习声词 自然 忘记很多 从来不 you never you never 复习 复习 就是说你学过的东西 你再去复习 再去看 再去学习 把你已经会的一些东西呢 去反复的学习 去巩固 巩固 to enhance what you have learned 复习 这边我们说是review 你从来不复习声词 新的单词 vocabulary new vocabulary 那你从来不复习声词 那自然呢就会忘记很多 you will forget many things if you don't review the new vocabularies 那我们说我们每天都会去学习很多声词 那如果说你不复习 你只学习一次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呢可能会记不住 那么自然呢就会忘记很多 所以说我们不仅每天要做作业 还要每天的或者说经常的去复习声词 好我们来看第四题 新款上市以后旧款自然会很便宜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 新款 the new brand 一般我们会说什么呢 手机或者电脑 或者电视等等 一些电子设备 the mobile phone computer or televisions 新款 the new brand 新款 款 款式 brand 新款 上市以后 上市 怎么说呢 就是放到商店里面去卖了 就说大家可以去买了 放到了市面上 when the new brand has been published or we always say 我们经常说 new arrivals 对吧 上市了 可以给消费者去购买 新款上市以后呢 旧款 新和旧 翻译词 新款就是说the old brand the old brand 自然就会便宜 那比如说我们的iPhone 现在是iPhone 8 对吧 如果说iPhone 9 iPhone 10 出来之后呢 那前面的旧款 iPhone 6 iPhone 5 可能就会便宜了 我们就说 新款上市以后 旧款自然就便宜了 因为大家都去买新款了 那旧款 买的人就少了 所以说它自然的 naturally 那价格呢 就下来了 所以说就会便宜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 自然的另外一个词性 那我们讲了 前面讲了啊 自然它可以作为什么呢 自然naturally 可以作为一个副词 它表示naturally of course 当然 对吧 那么这边自然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 那作为名词的时候 自然它表示nature 大自然 我们一般说大自然 the big nature the mother nature 大自然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人与自然 要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 the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要和谐相处 要和谐相处 need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harmoniously 和谐相处 如果人与自然不和谐相处呢 那么人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the nature will revenge on the human beings 比如说我们会有大洪水啊 比如说会有大暴雨啊等等 会有自然灾害 我们说自然灾害 the natural disasters 就会来灾害 disaster 所以我们说人与自然 要和谐相处 我们不能去破坏 我们的大自然 破坏 destroy 我们不能去破坏大自然 好 第二句 九寨沟的自然风光很迷人 九寨沟的自然风光很迷人 九寨沟呢 它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自然景点 九寨沟呢 是在四川 那么九寨沟啊 它的自然风光很迷人 很迷人 It's fascinating It's obsessing It's very beautiful 我们可以说 一个女孩很迷人啊 This girl is charming It's fascinating 那么自然风光很迷人 就说非常漂亮 The nature scenery The natural scenery The scenery of the nature 那九寨沟的自然风光很迷人 就是说 The scene in九寨沟 It's fascinating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中国四川省的九寨沟玩一玩 因为它那里的自然风光非常迷人 好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自然的第三个词性 我们前面讲了自然可以作为副词 可以作为名词 我们这边再介绍一下自然的形容词 自然 它作为形容词的时候 它表示 At ease Natural Free from affection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她的中文语调很自然 她的中文语调很自然 Her Chinese tone Her Chinese pronunciation is very natural 那她可能学习汉语学得非常好 非常的努力 那么她的发音非常的自然 可能完全听不出她是外国人 我们就说她的中文语调很自然 Very natural 第二句 秘密被别人发现了 她不自然的笑了一笑 秘密被别人发现了 Secret The secret was discovered by other people 那她不自然的笑了一笑 我们可以说不自然的 Not naturally He smiled embarrassingly Not natural 因为她的秘密被别人发现了 她可能不想笑 但是又非常尴尬 It's very embarrassing 所以说她不自然的笑了一笑 因为她这个笑容不是她由内而外发出来的 她不自然 Not natural 或者说她的语调非常自然 Her pronunciation is natural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了自然的三个词性 第一个是副词 自然就会说了 因为她出生在中国 所以说她自然就会说汉语了 Naturally Of course 第二个词性是名词 表示Nature 大自然 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的相处 第三个表示形容词 At ease Natural 你的中文语调非常的自然 Your pronunciation is very natural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